说这一百亿呀 我真的 就差一块钱 就差这块钱 真的真的 我只要凑齐了 我就给你打过去 你放心 就这么着就这么着 先对呀先对呀 这是开始了 导演喊了 咱要什么事 就这么着 拜拜 我又太生事了 太生大事了 我呀有一个朋友 非要找我借钱 就为了躲他 我今年换了八个手机了 换的我自己都说不清楚 我现在用的是哪个号 他居然还能找着我 我这朋友为了借钱 也是蛮拼的 不过他昨天刚找我的时候 没有说借钱的事 他说让我请他吃饭 必须请他吃饭 我问为什么呀 他说方清平 考验咱俩是不是 朋友的时间到了 我说什么意思 他说你借给我钱 你要是跟我要 咱俩不是朋友 你要是不跟我要 咱俩是朋友 我问了 我说你打算借多少啊 他说不多 你把这月工资全借给我就完了 头天哪借我五块 第二天还我三块七 还借走我四块三 还我一块六 我算不清 这到底借我多少钱了 你看我现在这日子过的 吃包子 我都舍不得买 我喜欢吃的馅 猪肉 炸一回价 我哭一回 去年他每回找我借钱的 我说饿了一个月 没吃一回饭 让我借他点啊 吃顿饭 连这一年 回回找我借钱 都是这个借口 我奇怪了 按他说的一个月 才能吃一顿饭 一年吃十二顿饭 他怎么没有饿 他说了 他借完钱 甭管多少都不还 借完钱就装失忆 不过以后让他打借条 我打过呀 让他打过借条 没用 他偷借条 就算他不承认借钱呢 不管怎么说 我还能借着他人 有几年借完钱 你都找不着那人 给他打电话 他关机 其实啊 他也不是没钱 他就是不还 有一回我去他们家 正好啊 撞见他正在家数钱 桌子上一落钱 我都怀疑啊 全是从小到大 借我的钱攒起来的 他说还让我逮着了 这回可不能说你没钱了吗 还我 他说这钱是他们单位公款 他借用的 说我敢要吗 我要敢要 随便拿 我说吓得我不敢要了 拿公款有罪呀 说句实在话 这么多年他借我钱 也不是没还过 也还过一回 借我三百呀 还了我十块 我拿着他还我的十块钱 买啤酒 这些老板死活不要 不是仰慕我已久啊 他还我的那张十块钱 假币 关于方清瓶最新的象征视频 我们做了个微信公众号 您用微信添加公众号 方清瓶这三个汉字 或者输入PID 方清瓶666 就可以关注到 我们会第一时间更新 方清瓶的象征视频 音频 综艺节目 以及您没看到过的 关于方清瓶的一切视频 您只需要用微信添加公众号 方清瓶 我在这里等你哦 请开门 我看了 请开门 一把 这些火车 都会让一下 我来愿意 我看了不见